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次做空港币跟人币呢 在此之前呢 人币说非要打死他 打死他 很多五毛 我们在节目中谈到的很多五毛也认为会打死他 结果习近平自己死了 这是他两个小时之前刚刚发出推文 这是最新的 香港 就是港币 他说港币对这个 在一年前他就认为港币会出马分 他实际做空港币了 他认为整个港币跟这个 人币 港币跟美元的联系汇率会崩溃掉 他讲说刚才 就刚刚才 港币已经突破了七块八毛五 接近了 几乎接近了七块八毛六 那他将意味着呢 将会意味着整个这些东西就完全 就完蛋了 应该是完蛋了 港币跟人民 港币跟美元的汇价 联系汇率的波动利率 是七块七毛五到七块八毛五 所以港币其实连连出手 在利保七块八毛五 现在已经到了七块八毛六 还有 现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 最大的问题就是 政府 这就是香港政府跟香港的警察 已经完全失去了对港人们 对他们的信任 所以他未来是黑暗 所以这是他刚刚评价 他贴了一个计时的图 七点八五九零 而七点八五九零呢 他突破的时间 已经是 这是八月份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在八月 应该可能在 这是八月份 我不知道他是在八月五号 其实是在七月份就开始波动了 如果我们看不错的话 真的是在七月二十一号或者七月二十八号左右 出现大幅度 大幅度变动 这是一年的图 我没看 我没有看出它是 它是一年的天图 就是一年里每天每天的 每天每天的 你可以看到在七月 如果不出差错的话 大概在七月二十号左右 七月二十一号 七月二十号 七月二十一号左右 出现连续暴跌 再往上涨 而且不是第一次突破七块八毛五 在七月二十八号左右 七月底突破过 到八月初再一次突破 这是我们看到刚刚消息 所以应该说 经历这么长时间 连连再破七块八毛五 在这个位置上 横在这个位置上 你可以看到 它被打下来 这显然是香港的这个金管局在干涉 香港金管局干涉之后 香港的金管局相当于中央银行 人民银行 干涉之后 再次回谈 它是日线来的 你到现在在香港 你只能说就过了三天吗 对吧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这是我们看到最现实的场面 经济港元居心叵测 刚刚写的文章 就是五个小时前写的最新的文章 这是做经济 做金融的人 专业人才 在苹果日报上写的 打经济牌 上次林郑在上 就是两次往线处 在两次前 他突然改变方向 他说要大概八月初 八月五号之后 那次动荡之后 他说要派钱 要发钱 我们得吃饭 我们得这个 我们得拿 对吧 这里面主要谈到 他的文章里谈到 里面掺杂了一些叫浅蓝或者浅黄的人 都在支持这些抗争者 而这些人 他们是有家类的 有麻烦 他们怕乱 因为他们有家 有孩子 有房 如果这些人都同样也不干了 那就不是单纯学生革命了 所以他说 施政报告要大量派钱 那钱哪来的 才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他要康他人之楷 去派钱 去稳定社会 八月六号是八月七号 林郑月娥的记者会场是这么说的 但很多人问他 所以他是一个 他是个专家来 他是每天写文章 定期写文章 是不是要多拿点美元 他说原则上 港元跟美元没有区别 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港币对人民币而言 相当于小美元 因为他是固定的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 如果联储局放弃了联席汇率 在这种打压下 放弃了联席汇率的话 那故事就另外一回事 就是港元就不再是小美元了 那就完蛋了 港元就连人民币都不如了 你还信这个政府吗 问题不是信不信 而是可不可能 那这个问题就更严重 已经不可能相信这个政府 港元如果脱钩 代表着贬值 将意味着港元的购买力被剥销 港元储存户不会用脚投票进行中级一战吗 结果将会使港元完全失去公信力 到时不是用人民币 就是用美元 换句话说 一支货币如果没有了公信力 那要经历多少次冲击才可以建立起来 但是要破坏一次就够了 那均不见上个星期的阿根廷的危机吗 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 所以他认为会破裂的 历史民 上个星期阿根廷的货币出现了类似 所以只要他港币 一百 今天港币只要一崩溃 脱离了联系汇率 港币就是值 连人民币都不入 讲得很清楚 我不是专家 我都明白 咱不是金融专家 所以这是对香港人最大的威胁 有这么严重吗 很多人忽略了 港元的独立地位以及联系汇率制度 是这个特殊地位当中的一条防线 这是一国两制当中它非常关键的 而政府 而这个港府林郑月娥和警察肆意摧毁一国两制 等于摧毁了这个香港的联系汇率 港元的联系汇率 那些为了赚钱的警察将输的什么都没有 这是今天真正出卖香港人 任何人丧心病狂 乃至希望香港尽早一国一制的野心家 都必然会攻击港元的制度 其退休 某位退休的基金权贵 近年常常攻击他曾经首会的制度 实在是居心叵测 很可惜 很多传闻中人仍然把它当作是 乡枪第一能力 任由子弹乱飞 他是从他专业的角度去讲 他去骂那些要攻击港币的人 对不对 骂那些攻击港币的人 因为港币一旦被攻击的话 所有香港人的生活 今天的生活将毁掉 可这是现实真实的状况 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篇文章 那这个老头就是我们常引用的 美国CNBC的著名的专栏主持 叫Mind Money 疯狂 疯狂金钱 我个人觉得蛮欣赏他的 他 你看不到他 同样 你看不到他用稿 他没有 他竟然去在他的每次下午的大概六点 对不起 大概六点吧 他的专栏节目中去回答 call in 就是顾客们从全国各地打进来电话 问他 我买这只股票 我现在买 我现在卖 问他的意见 那不得了 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是太难做的 那个东西 你要知道 因为你说出来 人家照你做做惨了怎么办 对吧 你看 中共的 那由滑头的人都不会说 具体的时间 具体的数了 他敢这么敢 你买 你现在就卖 那个我看不好 那就是垃圾 他就直接都是这么来的 而且用非常短的语言 他每一个问题大概回答 我感觉不到一分钟 就是一分钟之内把问题全都解答完了 所以挑战性极高 那就意味着你 他绝对不能糊弄人 而且呢 他有着他独特的判断力 英文 中文的名字我叫不好他 可能有朋友说叫Karma Karma 我不知道怎么讲 那他自己讲说 呃 现在在香港 香港的动荡 香港的状况 对中共的威胁 应该是在他的节目中作为评价 他每天早上有一个评价节目 呃 跟其他主持人 但时间很短 我看大概不到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那剩下他自己那个节目可能是一个小时 或者四十五分钟 呃 四十五分钟 电视节目都是这样 呃 示威场 香港示威比贸易战 对中共的威胁更大 呃 如果香港停顿 全球将衰退 呃 这是他说话的特点 他就 他没有任何形容词 他说完蛋就完蛋 呃 反送中 十一号 八月十一号 呃 融入了香港机场 呃 那CNBC的主持人说 示威浪潮 缴贸易战更为严重 一旦香港停顿 全球陷入衰退 呃 这就是我们看到 叫黑警还眼 占领机场 这是对世界 我刚才讲 他真正对世界的影响巨大 这是他非常成功 这件事情非常成功的过程 呃 全世界都在关注香港问题 如果没有那个 在占领机场的话 就不会有这样的一种看法的评价 呃 他对市场最大的忧患 就是中共国如何面对香港的示威 呃 中共 习近平对香港的担心 超过贸易战本身 因为香港呃 于欧洲的能见度很高 我我没明白他说话什么意思 如果你想知道 什么可能让全球进入衰退的话 那就是香港衰退 呵 呵 那就是香港衰退 他认为中共会派解放军的 市场将会受到冲击的 呃 这是一个非常 呃 非常不一样的概念了 呃 那下这句话就说到位了 他认为回去 我刚才跟大家解释过 老头的判断相当不同 啊 军队进入香港 摧毁香港的联系汇率 肯定的会摧毁香港联系汇率 港币消失 一切全完蛋 那整个整个世界格局 将出现全新的概念 而我个人的说法 正是全新的概念 就是出现这种场面之后 那中这就叫天灭中共 如果是这么灭的话 如果他进去的话 这同样是天灭中共表现出来的故事 呃 他进去了 占了香港 他将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呃 什么都得不到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故事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